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还有一类湿热下注 就是因为有湿热下注 这类一般到后面讲 属于宫内炎 就是属于炎症引起的不韵类 但是中文字幕志愿者 因为湿热下注 也会引起月经不调 有引起月经或者提前 或者退后 或者有额量还比较偏多 所以我们这里面 其实也有一个类型 列到这里面 这第一大类我们讲的 就是一个叫 西医叫排卵障碍 那么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是说建于 有的我们说虚的 小卵泡 他说我内膜特薄 碎虚 就内膜薄 卵泡发育不好 卵泡发育不好 这一大类 我们中医都归到月经不调 来调整 而且这一部分 是中医的特长 一般有时候把这个 就是这个叫功能性不韵 这一类 把这个月经不调调好了 把这个西医看内膜长厚了 卵泡发育好了 自动吃这个月药就怀孕了 这是第一半 这其中还有一个类型 刚才应该见到湿热 不一定见到哪个类型 就是有一个 卵泡长得也好 内膜也厚 不排卵 不排卵 这个里面可以建议 其实我上面说的各种行 有的是水就寒 寒凝水鱼的 它就不排卵 用少许注意它们就好 有的就有一个湿热 下注